小阿露 MSX 雷霆S 然後R3 跟我們的CBR650R 看它的字上面寫的 又是T12345678910了 跟我一樣的安全帽 讚喔 有SENS才戴這頂SOL的安全帽 對 那再來是FZ系列了 FZ不知道什麼 哪要改成 不知道什麼 總是雙疊就對了 FZ 這個排氣管帥喔 繞了一圈 FZ系列 永遠經典的FZ系列 哦是準 哇今年看到很多準 非常的爽快啊 準耶 哇準很兇啊 是地表最速機器啊 目前還是 是問改裝的話 還是贏過我們的H2的 那這邊有一台野狼 哇8萬多公里耶 那也是個喜歡騎車的人兇啊 哇它的引擎好乾淨喔 我們的引擎都各種漏油 各種毀壞 各種誇張的 那它有野狼最經典的這個箱子 對我好久沒看到有人裝這個箱子 這個好看不好用的箱子 其實我也沒用過啦 那應該是可以放一些雨衣什麼東西的 就是沒有阿公測槍好用啦 哇這台雲爆 雲爆200 這台雲爆200感覺有整心過哦 非常的漂亮啊 對它應該是有整心過 要不然雲爆200年紀這麼大 應該不太可能夢得那麼漂亮啦 這個安全帽帥 庫隆 為什麼這台庫隆那麼矮啊 它做了什麼 不知道 總之它看起來非常的矮 不知道為什麼 嗯不知道為什麼 R1 還有13N的貼紙 然後再來是R3 和13N的貼紙 欸 不對這台是R1耶 哦兩台R1耶 然後買150 買150 這個是不知道 國產的大洋 其實我也蠻喜歡這種車的啦 不知道是不是AK 總之我也蠻喜歡這種車 有機會我一定要去嘗試一下 說不定可以擁有它一下 還是不錯 小阿魯 小阿魯 哎呦 這台是好爽 好爽哦 好爽 E35 你嗎 不知道不知道幾CC 總之就是好爽哦 好爽好爽 不錯 小阿魯 CBR150R 跟小阿魯 我們的大鳥 HONDA大鳥 一樣有13N貼紙的 FZ吧 不知道 FZ25 有Blue Code的引擎 應該是水貨 一樣是13N貼紙 R3 大 然後 不知道什麼車 就是YAMAHA重機就對了 R15 KTR 蠻新版本的KTR KTR我還是覺得它的載胎版比較適合它 載胎鋼絲框比較適合它啦 像這個就避震器感覺有點短 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但是見仁見智啦 有人就是喜歡街車版本 又喜歡它的引擎嘛 那再來是R15 酷龍 酷龍 以前酷龍 我第一次去青檔車大衛車的時候 酷龍啊 一次就五六百台啊 現在酷龍好少喔 真的這三台酷龍 酷龍越來越少了好可憐喔 那再來是 YAMAHA R3吧 不知道 有沒有一台酷龍 都破掉了 酷龍 酷龍越來越少了 S-MAT DU390 冷四百 冷四百 小阿魯跟... 不知道什麼車 小阿魯 小阿魯 這個是R3吧 然後R15 這台是蠻特別的 有個牛頭 美式機車牛頭擋風擋之類的吧 這台應該也是雙排氣管的勁啦 看一下 對阿 就是雙排氣管鋁框版本的勁 這台不錯啦 蠻多人喜歡這台的 把它整形一下就更棒了 它的包桿什麼都覺得蠻漂亮 就是需要欠整理啊 那旁邊又是一台美式機車 哇 一樣改的很漂亮 哇 雙阿公車廂耶 可以 我覺得這個很可以 應該是跟那台是同一個版本的車 但是引擎是換成外匯引擎吧 沒有意外的話 要不然就是這台是中級啊 我也不確定 那不知道這什麼車 比較少見的牌子喔 紅牌的 然後這台是 喔 大野狼SV300 哇 好久沒看到了 哇 現在其實說真的啦 你把它擺在什麼車旁邊來看 它其實都是算做得很漂亮的 我覺得它這台整台車 就是做得很漂亮 然後可是就是大家都不愛這台車 畢竟它的CP值真的太低 又是國產的 然後單崗的 騎衛道的 嗯 大家還是比較喜歡騎快一點 然後有騎牌子吧 因為畢竟那個 重機這種東西 就比較偏玩樂取向的東西就對了 但是我還是蠻喜歡 我們的大野狼的就對了啦 那這到底是什麼牌子啊 一直看到這台車 小阿魯跟紅牌的不知道什麼東西 然後KTR 小阿魯 R3 又是一台不知道什麼東西的車 Z1000 不知道真是哪一家的 小阿魯 一台是什麼呢 不知道 啊這台是MT03 03 然後FORCE 這台 哇這個排氣管帥哦 是CBR1000RR嗎 可能吧 應該是舊款的 頂規仿晒啦 因為它特色就是這根排氣管 但是也不一定啦 畢竟我對重機的認識 真的沒有那麼了解 然後忍400 R15 天狼星223 天狼星223真的是CP值很高一台車啦 它CP值很高 它引擎很好 車價也很好 然後 煞車也給的很好 前叉也給的很好 那 可能就是 電噴系統跟這個牌子不討喜就對了 那 這台車就 推薦給 會DIY啦 想要騎高CP值的車呢 就 選這台就對了 二手的啦 當然新的也沒賣了 嗯 R3吧 好 哈特佛的雲豹星223 哦 這台跟雲豹根本就沒有任何關係 只是沿用它的名字而已 然後旁邊這台是 RABA4 哦 有台神秘的車開過去了 那雲豹 復古雲豹 還蠻多人買這台來改裝的 這台也不用改就很漂亮 那除了這個方向燈啊 欠改 有些為了法規而生出來的東西就欠改 把它改掉就好了 其實也不會很貴的 CBR250R 跟 R15 R1 R1 一款就一個新的 然後是JET 這個是改分離靶的三表狼 是5MD的哦 然後後面有改翹牌 輪框是改成了我們的 狼R的輪框 那是小阿鹿 噢這台是什麼 這台好酷哦 這台是KTR改出來的 這個油箱 長得好奇怪哦 它的油箱蓋跟野狼好像哦 噢 欸這台是KTR嗎 噢不是這台是雲豹啦 哼這台是雲豹啦 可惡看錯了 應該是雲豹改的 噢 王話耶 是王話嗎不知道 還有雲豹改的也是蠻漂亮的 然後 大B 小盧小盧小盧 三代戰 酷龍 要約少見的酷龍 噢 よろしく 我們的 My 150 媽 噢不是是小雲豹 噢 騙人是小雲豹 前面是 那個 噴射的框 後面是畫油的框 或什麼 然後我們的忍400 貼了一個H2的標誌 然後 JET 跟 Z1 阿提拉 R15 V3 小阿盧 小阿盧 Racing 好 My Dream 它特佛出的很像 那個復古賽車 的一台車 就是My Dream 那它是仿Dream Dream 50啦 那這台是My Dream 125 除了造型以外 跟它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但是單純看到這台車造型 還是覺得也是蠻好看的啦 蠻有特色的 而且它還不會很貴 重點 CPR 小盧 盡戰 G61 CPU 0R 地瓜 R3 跟MT5 那越野車 越野車我就分不太出來了 看起來像是重機等級的 然後 三台 MSX 盧 FZ 骷髏 喔 改裝的褲龍 然後 路 R3 頂3 是頂3吧 應該是重機吧 那這也是重機 這也是重機 喔 是我們的寬胎狼 我真的覺得寬胎狼真的是非常好看啦 但它除了好看以外一無四處 好可憐啦 那旁邊是大野狼 大野狼跟寬胎狼 喔 大野狼也是非常好看啦 但是也是除了好看以外 也是一無四處的車子就對了 其實我一直覺得 三養的車都做的蠻好看的啊 但除了好看以外 好像也沒什麼特別的 還是很帥的 又帥又好看 後面又一台大野狼 CR版本的 白色的 近戰 一樣的路 在什麼 令甲 令甲300吧 然後一樣的路 FZ 小雲豹很圓長 R3 改俏牌 MT15 跟390 又一台野狼了 快點過去看一下 是老野狼 楊桃框 神器楊桃框出現了 這楊桃框現在超貴的喔 一輪賣到5千都有人在賣喔 因為它已經完全絕版了 要改一般的第一把啦 後輪框就是用野狼的 等一下 它調練器噴了 被我看到了 後輪就是一般的 狼蛤的後輪就對了 它的調練器噴啦 車主調練器噴啦 記得記得補一下 如果看到影片的話 記得補一下 楊桃框帥啊 現在很值錢啊 你的一個框 說你比這台車還要值錢啊 哎呦 是寬胎狼125 越來越少見的寬胎狼125 哎 它那個撞到了 可惜可惜 寬胎狼125R 也是很好看的一台車就對了 那一樣的MT 進口的 進口的 啊進口的 哦 小雲豹 欸其實好多 如果改裝小雲豹哦 那小雲豹也是改蠻多東西的 那管子什麼是怎樣 受過什麼 心靈創傷嗎 怎麼變成這樣 然後小雲豹有改煞車 也是不錯看啦 我覺得小雲豹 還是不錯看的 啊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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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怎麼是一排 蘇格達 一排FORCE 然後呢 再來是 M150 MXX 又是FORCE 又是我們的好朋友 Suzuki 不知道他以後會不會布上庫隆的後塵 全部消失 欸又是大野狼 我們的 騎帥不騎快 大野狼 而且是Cafe Racer哦 呵呵 旁邊是KTR 哦又是一台追風 哇這台追風 很兇哦 背這麼多包包 是想去哪裡旅行啊 追風135 現在追風135 像這種車款好的啊 一台都要賣到4-5萬了 已經算開始漲價的車了 所以說入手這台車我覺得 就看你有沒有愛啊 如果你沒有愛的話就還好 你不需要特別去入手他沒關係 我一直在打招攤 報告 你不需要一